我們請下一位 Jason 把你打這個 好 這個麥克風 對 那你就直接講吧 可以打開嗎 嗯 沒關係 OK 我需要看一下那個 嗨大家好我是阿薰 然後怎樣講題案叫Dream 8 然後它是一個以學習詞為主題的人脈網絡 然後前情提料呢就是我現在就是 這專案本來是我自己一個人做 然後我要參加臨時小學校專案競賽 但是我現在不確定身邊有沒有有能力的人可以 因為我知道就是我的能力就是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 所以我不知道這專案是否會繼續做 對 對 然後但是總之呢 好開始 嗯 嗯 我先從個故事講起就是最近呢就是我整個人的狀態改變 然後我就跟我哥分享這件事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他很想就是我哥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想要我成為一個學習非常認真努力的那種人 就是這個外套也是他買給我的 就是史丹佛的外套 但是好反正我就穿了 因為他很好穿 然後呢 就是我覺得為什麼我要去成為一個他想成為那個人就是很認真努力讀書學習人 那最終是為了什麼就是我不太懂為什麼 就是我不太懂為什麼 所以呢 然後呢我們就是小時候就是覺得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那種人 然後在認識之後我們就發現我們彼此之間有很多共同點 然後在講話的時候聊天的時候我們都活在朋友的頻率上 而且我們彼此可以找到共鳴的 然後在認識他以後呢 我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以後就覺得自己好像也沒有那麼乖 就是因為有共鳴然後有他的陪伴嘛 然後因為有彼此所以我們能做自己 然後 這是出自格米安彷彷彷少年俗音樂的一段話 就是人永遠都不找家 可是當日紅到火的道路交叉在一起的時候 那一刻整個世界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家園 這就是我跟那個朋友相處起來的時候的感覺 就是因為有了他所以 所以 好現在什麼都不怕 然後我想做的事情 開始 來講一下概念 就是 嗯 關於學習現在跟過去的時代 就是現在因為網路技術的發明嘛 然後 所以學習資源到處都是 然後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在學校學習呢 就是 為什麼還要透過學校去取得這個學習資源呢 嗯 嗯 然後 所以我專案的構想呢 是 啊 看一下整個 嗯 嗯 哦 對 學習資源 就是我覺得現在其實是一個學習資源很發達年代 所以我們 我們 應該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 學習是為了什麼 就是我去學習一個東西它是為了什麼 然後呢 但是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因為體制教育 就是現在社會的一些制度的關係 讓我們人 出生以來 我們就要去體制教育 然後呢 體制教育 它就是一種 它已經規劃好 你要去學習什麼 它就是 就是 它是一個標準嘛 哦 對 然後就是 比如說我們追求成績 追求 追求 好的學校 等等的 就是它也 嗯 在這個體制內我們好像 只能去遵循這個體制的 一個流走 所以呢 我想設計的是一個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人脈網絡 然後它是會由個人學習出發的 然後重點就在於連結 就是 可以設計一個平台 然後是讓 我可以 透過這個平台 我可以去找到跟我興趣相同的人 然後從 這個出發呢 我們可以去探索這個世界 就是先找到一個彼此有共鳴的那種 志同道合的人 對 然後呢 就是 想設計的會是像 就是 這是一個概念嘛 然後 我現在也還沒有 嗯 知道怎麼呈現 然後 但是它會需要做一個 就是 會需要設計像機制 然後像工具 對 然後 今天呢 今天呢 我來這裡 就是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我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不太知道等一下會有什麼人來 所以呢 今天呢我想聚焦在討論這個主題上面 因為我覺得 我還不是想得很清楚 到底有什麼工具資源可以做這些事 所以在做之前 嗯 嗯 我會想要先把 概念想清楚 然後把想法聚焦 所以今天分 嗯 今天我要討論的話 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是討論理想 就是最終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希望可以從人出發 就是從人如何學習的問題出發 然後呢 第二個是討論機制 就是說 可以用什麼機制達成這些事 第三個就是討論現在能做 就是有什麼 呈現的方式 對 還有今天要整理文件 因為我的文件是空的 我文件在我大腦裡 然後 好 找人呢 就是針對這三個 問題 能提供幫助的人 嗯 OK 我今天不抱持任何希望 希望 因為就是 就是 好 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好 反正就是release early 就是我這個想法其實 其實很久以前就有了 但是 但是我就是一直 沒有 沒有時間做啊 辦法時間到 然後總結呢 人的可能是無限的 但在這次 在這 呃 在現在社會裡 我覺得我們 沿用了一些過去的制度 在現在有網路技術的方向 就是 技術在進展的時候 我們還是沿用了過去的制度 所以要解決直接阻礙而已 然後 During 8 During就是 連結的一次 就是 無限的一次 然後 希望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 人們 人 反正就無限的可能 希望這個東西可以解決這些阻礙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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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讓我想到 今天 小學校也有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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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